消费者投诉 反映有部分婴幼儿 使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 药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 2008年5月17日 三路集团客户服务部 书面向被告人田文华 王玉良等集团领导班子成员 通报此类投诉的有关情况 三路集团于2008年7月24日 将其生产的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 送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 2008年8月1日 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出具检测报告 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 15个批次检出三聚勤案 至2008年8月1日 全国已有众多婴幼儿 因使用三路婴幼儿奶粉 出现泌尿系统结石等严重疾患 部分患儿住院手术治疗 多人死亡 三路集团在明知其婴幼儿系列奶粉中 含有三聚勤案的情况下 并没有停止奶粉的生产销售 经检测和审计 2008年8月2日至9月12日 被告单位三路集团 共生产含有三聚勤案 婴幼儿奶粉72个批次 总量904.2432吨 销售含有三聚勤案 婴幼儿奶粉69个批次 总量813.737吨 销售金额 4756万0800元 2008年8月4日后 因飞乳蛋白钛检测不合格 而被加工三厂聚收的原奶 共7车29.806吨 先后被转往 邢唐配送中心 西乐敏镇配送中心 邢唐配送中心 西乐敏镇配送中心 先后向保定三路 加工二厂 三路乐食奶制品公司 配送原奶 共计180.89吨 这些原奶与其他原奶混合后 进入了加工程序 分别生产了原味酸奶 地生菌酸奶 草莓酸酸乳等 含有三聚勤案的液态奶 经对其中12个批次液态奶检测 均含有三聚勤案 含量最高为 每千克199毫克 最低为 每千克24毫克 共计269.44062吨 并已经全部销售 销售金额合计 1814,022.98元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认为 被告单位三路集团 生产销售 含有三聚勤案的奶制品 被告人田文华 王玉良 杭世奇 吴聚生 分别对生产销售 含有三聚勤案的 婴幼儿配方奶粉 液态奶制品 负有直接责任 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应当以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将择期宣判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时事要闻 稍后请看电视剧 善良背后的第五第六集 好 每晚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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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